上个礼拜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当你安顿好你的内心的时候 上帝就会安顿你外在的一切 阿们吗 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医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动工 是从你的心灵里面开始的 当你让你的心安息下来 当你调整你的心开始来仰望耶稣 仰望他在十字架的完工的时候 神的大能圣灵 他就会在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做他美好的事情 阿们 那今天呢 我会借着上一周的信息 再深入一点 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安息 请跟我说安息 我简单的有做一个解释 当我们今天谈到安息的时候 他的重点指的是内心的一种状态 请跟我说内心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是你的里面 安息就是对神的一种信靠 内心的一种状态 阿们吗 当然有时候安息 外在也需要安息 如果你身体很劳累 如果你每天加班 如果你很辛苦 你身体在超负荷的运作 那么你的外在 有时候也是需要让自己有休息 外在也是有需要 可是更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 阿们吗 如果你内心的状态 没有调整过来 内心没有调整 被主的话调整 平静安稳 那可能你躺在沙发上 或者你躺在床上 可是你满脑子还是在胡思乱想 你还是在劳苦愁烦 其实你没有安息 安息是内在 跟我再说一次 是内心的状态 就是对神的一种信靠 就平静安稳 学习放手 这是安息 换一句话说 生命中不管遇到什么挑战 不管有什么需要 让主来做 让主来成就 恩典之下和律法之下 最大的区别是思维上的区别 恩典之下最重要的 你需要被建立一种 一种正确的思维 就是一种被供应的思维 一起说被供应的思维 每一个层面你都是被供应的 阿们 你的思维要常常调整过来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工了 上帝的祝福是丰盛的 你是一种被供应的 是神在供应你 那律法之下呢 是被要求 靠自己 恩典之下是被供应 神来做 神来推动 阿们吗 当我开始越来越多的认识恩典 你问我讲道会不会紧张 也会 很奇怪 这个都已经讲了十几年了 还是会紧张 还是会说 会紧张 可是 思维是需要被调整过来 我每一次讲道之前 虽然说有紧张 虽然说有压力 尤其是面对你们这一群人 其实是有压力的 因为你都是做好心理准备了 看看牧师今天晚上要炒什么菜啊 对不对 你都已经 已经迫不及待的等了一周了 今天到底我要领受什么 所以你是有需要来的 我不能够随随便便 就是 例行一下公事 或者呼掩一下你 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在人的层面 我必须是很认真的来预备的 我必须是 在人的层面 我尽可能做到专业 其他的呢 交给圣灵 如果圣灵不做工 我做的再多 对你都不会有帮助 阿们吗 但是圣灵呢 有时候他也使用我们的专业 阿们吗 所以在人的层面 人的本分 就是尽我所能的 我会预备 我会祷告 我会灵修 我会求主赐下今天晚上的主题 赐下启示 但是接下来的 就是要交给圣灵了 我有时候在讲道结束的时候 曾经了 曾经 我会很后悔 为什么 哇我这段最精彩的 结果没讲 这个经文又落掉 哇我准备了那么多 结果哎呀离题了 讲了另外一个东西 我曾经会有 自责和懊悔 后来有一天 当我听平约圣牧师讲道的时候 他说他也有这个经历 可是后来主告诉他 他说 不是你要讲什么 是主要 要讲什么 不是你要完成你的任务 讲道不是说 我要把我准备的讲完 而是神要对大家说什么 所以如果说你预备的经文 没有讲的 那就是主叫你别讲了 阿们 阿们 你本来预备的是这个 可是在这个讲的过程中 你顺着圣灵的流 你离题了 那就是主要你离题了 就是有很多人需要了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 我要预备去讲什么 而是主要说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感谢主 所以我刚才这一段离题 也是主要讲的 OK 那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我在讲道之前 我也是会调整自己的思维 安息我说过是内心的一种状态 是思维被调整 恩典之下的思维就是被供应的 就是今天主会来做的 主一定会有话语的 主一定会对大家来说话的 主一定会高默的 因为这是他神圣的讲台 我是带着被供应的这种感觉 我要调 我说过人的肉体是会紧张 会害怕的 对不对 人的肉体是会有压力 会劳苦劳累的 这是人肉体的反应 所以我要调我的思维 主是供应的 主要做他自己的工作 所以当我越调整我的思维 所以当我现在每一次讲道之前 我会调整自己 主来做 被供应 然后结果呢 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说 在生活当中 在职场当中也是一样 主在供应你的 阿们吗 你创业的过程当中 主会带领你的 你的思维 几乎你还没有看到 但你的思维一定是这么相信的 主预备一切的人力物力 一切的资源 要来祝福你了 阿们吗 哈雷路亚 哪怕是你在带孩子 养育孩子 你很辛苦 你很累 孩子很不听话 各种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是你的思维 要被调整过来 是主在牧养这个小孩子 主会来养育他 主会来帮助他 你只是与主同工 是被供应的 哈雷路亚 上帝的供应 在你的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阿们 上帝的供应在你的家庭当中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你是被供应的 人际关系会好的 哈雷路亚 业绩也会上来的 阿们 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上帝是在祝福 看顾你的生意 看顾你的事业 看顾你的工作岗位 哈雷路亚 是被供应的 阿们 哪怕是你生病 你现在在吃药 没有问题 不要有错误的 极端的那个做法 不是说 不是说相信恩典 凭信心就 就把药都丢掉 记住 除非你听见 神清楚地告诉你 不要吃药 那你就不要吃药 在正常情况下 其实 其实你该吃药 也是神祝福你的一种方式 神透过各种方法来医治你 你知道吗 如果你的信心 是相信 不需要吃药 上帝医治我 那么上帝就透过 不吃药来医治你 如果你的信心 是相信 上帝透过医生药物 来医治你 那么上帝就透过医生药物 阿们吗 重点是 如果你在吃药的过程中 你心里在想什么 这个很重要 你的思维 你必须要调整你的思维 哪怕是你在吃药 哪怕你去看医生 你都要祷告 你的思维要调整过来 上帝会给我预备 最好的医生 来帮助我 上帝会祝福这个药 让我吃了是有效的 在我吃药的过程中 上帝供应我健康 供应我强壮 哈雷路亚 阿们 重点是思维 如果你的思维 没有被调整过来 真的 你看医生 不一定有效果 你吃很多的药 你花很多的钱 你受很多的苦 最后也不一定有用 所以重点是什么 思维 那基督徒不是说 都不可以寻求人的帮助 有一些比较 极端的基督徒 或者说错误的 他认为神帮助我 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我 记住 人帮助你 也是神给你的资源 也是神祝福你的一种方式 重点是 在寻求人帮助的过程中 你心里信的是什么 你信的是上帝 会透过人来帮助你呢 还是说你全部的信心 是仰望人 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阿们 所以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一个正常的状态 该吃药吃药 该看医生看医生 该吃圣餐吃圣餐 该放眼祷告放眼祷告 该上帝感动你去找某一个人 你就去找 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思维是 你一直相信 源头是来自于神 是上帝在供应 上帝在掌权 上帝在做工 上帝借着万事 在为你效力 哈雷路亚 阿们 哈雷路亚 阿们 你来听到 你一定要相信 上帝要借着牧师的口 要对你说话 我们常常说 神对我说话 神对我说话 很少很少的情况 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 告诉你说 还不去聚会啊 还玩手机 很少有这种情况 那个外在的声音是 很少很少很少 我不是说没有 是很少很少很少 那个不是常态 那个不是基督徒 听见神声音的常态方式 很少很少 不用刻意去追求 大部分的时候 当你来到教会 你要预备你的心 神透过牧师 在对你说话 透过圣经 在对你说话 现在就在对你说话 阿们 不管你遇到什么环境 重点是先要把你的思维 调整过来 神的大能才能运行 如果你思维 不调整过来 每天给你按手 也没有用啊 你会发现 这个教会的会友 很少找牧师祷告 不是说牧师 不可以为你祷告 当然可以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的思维 得被调过来 如果你思维 没有被调整过来 牧师两只手 按上去没有用 东光两只手 也按上去 也没有用 四只手都没有用 和书的两只手 再按上去 六只手按上去 每个礼拜来按一次 也不一定有用啊 因为你思维没有改变 阿们 非常重要 所以 安息是什么 里面 在新约之下 其实新约 如果你去看圣经 新约的要求 比旧约更多 新约也是有很多要求 也是会讲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可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根基不一样 新约是被供应的 神要我们活在 被供应当中 他不要我们 靠着自我劳苦 我们要靠着神来推动 靠着圣灵来做 阿们 来看 哥罗西一章二十九节 保罗怎么讲 我也为此劳苦 好像保罗外面很劳苦 对不对 到处传福音 建立教会 做属神的事情 好像保罗外面也很忙碌 可是他说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 保罗说 我为此劳苦 是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 就是神的大能 在他里面怎么样 运行 尽心 竭力 所以 是有一股力量 在推动 是靠着神在做 保罗在与神同工 不是在 自我劳苦 阿们 安息是与神同工 安息是思维调整过来 是被供应的 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阿们吗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要操练 你要常常带着这种感觉 常常调整你的思维 你会看到效果不一样 那在旧约呢 外院 但以色列百姓 常常是很忙碌的 他们有杀牛啊 杀羊啊 然后 然后因为要献祭嘛 可是圣所 自圣所 是非常宁静的 越到了圣所 自圣所 里面是非常安静的 其实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今天的你我 外面 可以非常忙碌 可是在神 居住的内心 必须要有完全的宁静 就是内心安息 阿们 我要对服事的人讲这一段 那路加福音第十章 四十节到四十一节 这段经文在讲到 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 其实耶稣没有责备 马大的服事 他不是说服事不对 他要表达的是 马大是什么问题 他是带着什么样的问题 在服事 来看第四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 烦扰 重点 不是马大 外面做什么 重点是 在做的过程中 他的内心是 思虑 烦扰 重点是 思虑 烦扰 神不要我们 在思虑 烦扰当中 而不是要我们 不要服事 不要错误的曲解 圣经好不好 上会了 牧师说 来我们一起把凳子 搬一搬 我们打扫一下 为什么 我只要单单地 做马力亚 我只要领受 我不要做马大 别听错了 不是说叫你外面 不要做 所以 如果有人说 听了安息懒惰了 听了安息 这个上班也迟到了 听了安息 这个每天躺在家里 睡觉了 那是你错误的领受 你并没有明白 安息不是叫你 什么都不要做 该上班 还是会上班 阿们吗 恩典下应该是 更卓越的 阿们 哈雷罗亚 律法下靠自己 恩典下是 神帮助你可以 供应你 让你更卓越 来荣耀他 阿们 所以安息是什么 里面 所以重点是里面 马大福音第六章 三十三 三十四节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 交给你们 三十四节说什么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耶稣教导我们 在恩典下 应该是怎么样 活在当下 请跟我说 活在当下 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会有明天的供应 今天有今天的供应 明天有明天的供应 也就是说 神 他要我们活在当下 享受当下 安息就是当下 阿们吧 我要让你明白 一个旧约的例子 旧约的玛纳 为什么是 每天早晨的清晨 去拾取玛纳 第二天又要再次去拾取 除了安息日 为什么玛纳都是 一天一次 而不是一个礼拜 全部一次性收取完 也不是一个月 全部都收取完 也不是一年 全部都收取过来 为什么收取玛纳 是一天一次 原因非常简单 上帝要调整 我们的思维 享受当下 活在当下 明天会有明天的供应 我们人真的 有时候很难 我们都是希望 目标达成了 我才能够安息 业绩达标了 我才能够开心喜乐 或者说等孩子长大 我才会稍微安息一点 或者说等这个问题解决 我心情才会好一点 或者说等到怎么样 我们人都是在延后 我们人都是希望 达到了什么 我们才能够歇下来 事实上 当你达到那个目标之后 下一个目标又来了 歇不下来的 永远歇不下来 所以人都是在延后 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 我常常会说 星期五讲完道之后 我就可以安息了 事实上 我讲完道之后 我没办法安息 为什么 下一周的道又要开始预备了 也就是 其实每一天都应该是安息的 而不是事情做完了 我才安息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容易 进入到这个错误的漩涡 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 回到神的话语 神要你活在当下 祂要你此时此刻 就享受安息 阿们吗 此时此刻就 在神面前 有喜乐 有平安 所以主导文有一句话怎么说 日用的饮食 他没有说月用 也没有说年用 而是说 日用 非常重要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要让你来看一段旧约经文 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 你会看到 上帝的安排的次序 都是 人 必须要 安息 神 才真正的做工 你会发现 上帝的精心设计 是安息原则 也就是说 你先安息 他动工 你先安息 他供应 他的设计 就是安息在前面 其他的一切是在后面 这个次序不能颠倒 我们来看一些旧约经文 来看看上帝的设计 让我们知道 也让我们全教会 进入到真正的安息当中 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听我讲到 或者说你说 你有听很多恩典的信息 你听很多人讲 可是你的内心 一直没有真正安息下来 其实你是没有抓到 恩典的精髓 恩典的教会 一个最大的特征 文化 或者说精神 或者说精髓 就是真正能够在神面前 安息 所以我们的教会是 安息的教会 而不是 劳苦奔波的教会 而不是为了达到目标 而达到目标的教会 首先是安息 如果你说你明白恩典 如果你说你学到恩典 如果你说你来到了恩典的教会 如果你还是不能够 安息下来的话 其实你没有抓到真正的精髓 亲爱的兄弟姐妹 阿们 这是恩典的精髓 这是恩典教会的文化 安息 其实这是圣经的文化 上帝的安排和设计 就是安息 神的一切 都是在安息下面来运作的 我们来看创世纪 来看 先来看第一段经文 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先从神的创造来看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OK 我们的观念 第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早上六点 或者早上七点 到晚上 我们的观念是 一天是从早上到晚上 可是上帝的观念呢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所以上帝认为一天 是从晚上开始 创世纪一章第八节 同样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二日 再一次说什么 有晚上 有早晨 再来看创世纪一章 第十三节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三日 所以神的设计安排 哪一个先出现 晚上 这是造物主的安排 也就是说 真正的一天 是从晚上开始的 为什么 神要我们每一天 从安息开始 神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先休息 明天才会有 好的工作果效 你必须先安息 然后你才会看到 明天 美好的人事物的出现 阿们吗 所以犹太人到今天 还继承这一个传统 你知道犹太人 他们在旧约之下 守安息日 所以他们是从什么 星期五的下午就开始了 所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 六点之前 他们必须要停止一切的工作 所以他们是从晚上开始的 还在延续这个传统 那今天我们看这些旧约呢 我们是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并不是要守这条律法 听懂那人说阿们 我会告诉你 真正的安息 新约就是耶稣 你认识耶稣 你安息在基督的王宫里 这是真正的安息 阿们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宫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宫 安息了 神安息了不是因为神累了 神安息了是因为神已经完宫了 阿们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宫 就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跟我说圣日 旧约是希伯来文写成的 你知道希伯来文神圣 或者说圣洁 Holy 圣洁 神圣 至圣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 是在这里 与安息有关 也就是说圣洁第一次出现 是在哪里 就在这里 与安息有关系 所以安息是神圣的 安息是最大的圣洁 当你在安息里面的时候 上帝看你是什么 最大的圣洁 阿们 这是旧约我们看到的 那旧约我们同样看到 上帝的祝福法则 也是在安息中赐下祝福 立威纪第25章19节 地必出土产 你们就要吃饱 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旧约呢 上帝定下一个安息的原则 就是六年耕种 第七年 必须要土地休息 必须要这样子 然后上帝会大大的赐福给他们 他们会增长 他们会突破 他们会经历很大很大的丰盛 但是必须是在这个原则里面 那 我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神在乎的不是土壤 是人 因为土壤休息的时候 农夫当然也就休息了 所以首先神在乎的是人 他要告诉人要在安息中 另外呢 你看到上帝的规律和安排 我们常常说科学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科学其实就是 对信仰的一种什么 探索 所以科学跟信仰很多 就是说科学跟信仰并不冲突 可是当你看到科学跟信仰不一样的时候 是因为科学有时候还没有发现这一点 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只是很多科学没有发现 科学是慢慢的发现 明白吗 那我今天要跟你讲一段 你知道在那个农业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或者说你小时候有种过地 你大概会知道 比如说这一块土地 今年种过西瓜 其实明年是不可以再种西瓜的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必须要隔几年 至少有经验的农夫会告诉你 至少隔三年以上 隔的时间越久越好 很奇怪 今年种过西瓜 明年就不可以再种西瓜 那如果说我非要种西瓜呢 那个西瓜种出来的效果是很差的 可能长得只有拳头那么大了 土地平几了 土地没有营养 种同样一款农作物的时候 土地没有营养 科普一下 其实你知道吗 这是上帝所设计的 土地必须要休息 因为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你种了这种东西之后 你要隔几年再种 它才会有真正的丰收 这个是隐藏在 就是有经验的农夫 都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如果用科学给你解释 就是突然贫瘠了 再种这个东西 突然没有营养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种不出好的效果 那圣经上有一个最权威的 一个上帝的设计的方案 就是六年耕种 七年休息 你去以色列旅游 你也知道 他们是由土地休息的 土地休息 他们遵行上帝所设计的 他们是在律法之下 他们也照着律法去做 那做到的这一部分 律法也确确实实带给他祝福 今天我们知道 真正的安息是耶稣 是来认识主 你心灵才会真正的有平安 一起说阿们 可是你看到神的心意没有 神的原则 我让你来看一下 好吧 利维基25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和华在西南山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 收藏地的秃产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 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到今天 以色列还会守这个安息年 他们守安息日 他们也守安息年 他们还是会照着上帝 所定的这个来做 所以某种程度 他们仍然是被神祝福 他们的农业是非常被神祝福的 我要告诉你 神的原则就是安息在前面 所有一切的增长 突破 祝福 都是安息之下的结果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亲爱的女生 我们要掌握这个原则 如果任何的东西 让你失去平安 让你靠着自己 让你劳苦劳累 要去争取 那不是神的祝福 阿们吗 如果你得到某一样东西 让你失去平安的 那不是神的祝福 我再说一次 比如说 钱 钱好不好 钱是中性的 如果你得到的钱 它不能够让你有平安 它不是从主来的 或者说你得到了钱 让你劳苦 让你筹反 让你不知所措 甚至让你失去了什么 婚姻 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原本你有的那一切的 那个钱不是从主来的 我们不要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 我要告诉你 神所有的祝福 都是在安息下进行 你就知道哪一些是来自神 哪一些不是来自神 听懂的人说阿们 你要知道神祝福的 神的祝福是有记号的 安息下的祝福 安息下的增长 阿们吗 真言书十章二十二节 我有看到一个原文 真言书十章二十二节 说耶和华所赐的福 并不加上忧虑 你知道忧虑 原文来看一下 痛苦 痛苦 伤害 辛劳 如果你赚钱 是让你很辛劳 所谓的辛劳 不是说体力活 而是说让你每天 劳苦愁烦 让你失去安息 让你失去平安和平静 这个工作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需要向主来祷告 如果在所在的一个工作当中 每天都是勾心斗角 各种伤害 各种害人 各种耍手段 各种阴谋 各种伤害的 一定要让你很痛苦很痛苦 最后才能够得到某一些好处的 这不是耶和华的赐福 宁可你换一个工作 收入少一点 但你有平安 但你有安息 你可以每周来清静神 听懂的人说阿们 神带领教会 或者说神祝福一个事工 也是这个原则 如果说教会的发展 是需要牧师牺牲家庭 牺牲健康 然后失去一切 最后能够拼了命 教会有所增长 不是从神来的 听懂的人说阿们 所以 我曾经啊 在我年少的时候 刚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的动机是 我要复兴 我要突破 我要成功 我要增长 谁没年轻过 在我曾经是这样 很累 很辛苦 能不能够有果效呢 靠人的力量 能达到某一种效果 但是很累 因为你靠人的力量 推上去 你就需要靠人的力量 来维持它 这不是神要我的 这不是神要的 当我明白恩典 当我也看到 新造教会 也看到平约社牧师 我就学到一点是什么 神要做什么 神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很大的学习就是 教会的增长好不好 挺好的 每个人都想要增长 但记得 如果增长 是让牧师 比如说失去家庭的 失去健康的 每天熬夜的 然后就是 要疯了的 然后那种 每天很忙的 一点安息灵修的时间 都没有了 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们 他们那些 比较成功的牧师 真正成功的牧师 他们常常会说一句话 他说 教会越大的时候 牧师是越轻松的 这个逻辑是反的 我们总是认为说 教会越大 牧师应该是越累才对 可是真正的 应该是教会越大的时候 牧师是越轻松的 回去想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个才对 这个才是 安息的原则 我以前都会 试图 透过自己的力量 来改变一些事情 透过自己的力量 来推动某一些事 透过自己的力量 来达到某一些目的 或者说达到某一个目标 其实我这几年 很大的学习 就是在恩典下 就是安息 敏锐圣灵的带领 看看是不是他要做 我只要与他同工 我只要跟随这个流就可以了 我让你来看几段经文 在职场当中 你也可以运用 或者你要投资 你要做生意 这些经文很重要 对你来说 诗篇127篇 第一节到第二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累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记住 你看大家都发财了 然后你也想办法 来搞一个项目 我跟你说 若不是出资主 最后都没有用 竹篮打水一场空 婉然劳累 教会也是一样 我说过 我年少的时候 我曾经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想要出人头地 我想要在穆斯界 混出点名堂 可是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 我已经被恩典革新了 你知道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几十个人聚聚会就好 就大家在一起查查经 重点是 我得有地方聚会 因为我相信恩典 我去那些教会 我觉得都跟我想法不一样的 我这个没法去 所以我就建立一个教会 就几十个人 大家都相信恩典的 在一起自同道合 聊聊这个谈谈 挺好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我真的越来越经历到 我也越来越相信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也越来越看到 神做事的法则是 安息当中运行 所以这两节经文很重要 然后第二节说什么 清晨早起夜间安息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说 亲爱的必叫你安然入睡 其实下半节就是在讲到安息了 不要靠自己的劳碌 不要靠自己的本事 不要靠自己的手段 不要想要自己上位 让神推你上位 Hallelujah 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一起说阿们 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做正确的事情 阿们吗 十字形状第十六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曾经又提到这一段经文 你来看第六节 当时是保罗 开始要到各地去传福音 对不对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 在亚西亚讲道 哇 圣灵禁止他们 在亚西亚讲道 请问 传福音会错吗 传福音怎么错 传福音是大使命啊 奇怪 传福音有没有错 没错 传福音好不好 好 讲道好吗 当然好 可是你看到没有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有神的心意 神不要你自己 做你自己的事 你要照着祂的意识 完成祂在你生命中的呼召 神有祂的时间地点 圣灵居然禁止他们 在亚西亚讲道 我常常对很多的牧者 他说牧师 我被恩典开启了 我能不能够全教会 进入到恩典 我说先等一下 第一 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的 认识和明白 第二 是否有神的带领 我不要你冲动 我不要你凭着血气 明白我的意思吗 然后呢 自己听了两篇恩典 一知半解 然后头脑一时一热 结果在教会群里一发 你们这些错误的东西 我这个才是 真正纯正的恩典 然后一会儿功夫 就被人家给踢出去了 然后呢 我受伤 我软弱 为什么攻击我 好东西可以分享 但是好东西 也要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分享 所以你知道吗 我要跟你讲说 如果你还待在 某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 如果你是传道人 或者如果说你是服侍的 你都要祷告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做正确的事情 阿们吗 这个不是强加给你就可以的 我逼着你信耶稣 这个能逼得过来的 回家就对着老公 我逼着你悔改 你不悔改我就离婚 你这样一搞 他更加恨耶稣 你这个耶稣是什么东西 把我家都拆散了 还有一个阿姨说 恩典福音这么好 谁反对我过去 把他锅都切了 你知道你这样子搞 你真的就是给那些 真正传恩典的教会抹黑啊 心很着急 你还反对 他说我甩你两耳光 神的话你不听 你还在那里唧唧歪歪 这么好的道你还拒绝 他说他都是生气 这个不是靠血气嘛 对不对 所以圣灵为什么禁止 他们在亚世亚讲道 我不知道 也许那里的人没预备好 时机还没到 讲道是好的 传福音当然是对的 对不对 就是说明 神的时间没到 这个时候去就是凭血气 就是靠自己的劳苦 劳累也不会有效果 然后他们就经过什么 佛吕迦 加拉泰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这里还不让去 还不让去 第八节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 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 这个时候圣灵不让他去 他们就没有去 可是根据保罗的传道的行程 最后 其实亚细亚这里指的是土耳其 最后保罗又把福音 传到土耳其 说明后面的时间是可以了 对不对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道 你看不同的时间 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 所以 在每一件事情上 寻求神的心意 要让神来主导 让神来推动 人只是什么 跟随与配合神 出埃及记 第四十章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在你生命当中 你先花一点时间 来到主的面前 先安息下来 先来聚会 先来听道 先一起祷告 方言祷告 这叫什么 磨刀不误 砍才功 你的人生会更有效率 你靠着自己拼死拼活 到最后你也不一定能得到什么 太累了 你需要神帮助你 阿们 需要神助你一臂之力 你会比较轻松的 哈雷罗亚 第三十六节说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起承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起承 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日间云彩就是什么 就是云柱 夜间呢 就是火柱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 都是这样 跟我说 跟随云彩走 云彩就是让圣灵来带领你 让神来推动 让神来主导 我再说一次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只是教会 不只是事工 你的家庭 让神来翻转 让神来主导 不要让你来翻转 不要你逼着家里 每一个人信耶稣 太累了 阿们吗 孩子 让主在他身上做工 不是用你的要求来 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太累了 不是从主来的 孩子会逆反心理 而且效果更不好 不是说不可以管教 你可以适当的管教 连管教都要 都要祷告 看内心是否有平安 你要在平安中 在安息中 记住 父母管教孩子 千万不要在情绪上 你要发疯了 然后去揍他一顿 这个时候不好 你先平静下来 安静下来 你要揍他之前 你先祷告 主啊 让我揍他一顿 让他有果效 把不好的 远远的都除掉 让他从小敬畏你 哈雷路亚 阿们吗 就管教这件事情上 你要接着祷告 然后呢 你接着祷告 然后让神在中间做工 我现在也常常会花一点时间陪孩子 因为时间确实也不多 我会花一点时间去陪 我去陪之前 我真的要祷告 为什么 让我这一点时间 真的在他生命中留下重要的印象 对他是有影响的 所以 连影响孩子都不是我 靠着自己来影响他 我真的是要祷告 让主推动 让主在中间做 阿们吗 可能月底 我就会带我女儿去大理啊 然后 父女俩走一个 也可以啊 但是我要祷告 我要为这个行程祷告 否则的话 又累又辛苦 钱又浪费 最后我还生气 揍了他一顿回来 搞得我 主日讲道又没心情 然后他从小又留下伤害 我不希望是这个结果 是美好的结果 是有意义的 所以需要 哪怕是亲子关系 都需要祷告 让神在中间推动 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的思维被转过来 让神来推动 让神来供应的时候 你的重点是思维 你会发现 一切都不一样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 能够更好的 让神在中间 更加的相爱 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提升到一个高度 你都要为着 你的婚姻关系 在主面前祷告 真的 虽然说 你精心的预备 一顿晚餐 结果他回来 两句话没讲 又生气又吵架 结果 全打乱掉了 你这个又白搞了 真的 你哪怕是两个人在一起 吃一顿饭 你都要祷告 主啊 吃出果效来 主啊 你在中间供应 真的你要看到人的软弱 主啊 我不能够主导我的婚姻 主啊 我也不能够主导我的孩子 我不能够主导家庭 主啊 我真的什么都不行 主啊 我一讲话 结果把关系搞得更糟 主啊 帮助我 本来孩子都已经不愿意理我了 我再跟他讲几句 结果 离家出走了 直接 你一定要祷告主 你在中间供应 哈雷路亚 真的 我现在都会常常祷告 如果我要跟一个人交通 我都要在跟他交通之前 我要祷告主啊 让我真的今天 时间不是浪费的 你在中间 让牧师给到他的建议和话语 是从神来的 并且对他是有真正的帮助的 哈雷路亚 Amen 非常重要 哈雷路亚 另外一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 各位 不是我们在做工 乃是与神同工 是神在推动 神在做 你只是配合一下而已 我要让你看一段旧约经文 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你知道在出埃及记当中 从出埃及到西乃山 这一段时期是以色列百姓处在 全正恩典之下的时期 你知道 律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西乃山上律法颁布的 对不对 在律法颁布之前是 全正的恩典 从出埃及到律法颁布之前 跟我说是全正的恩典 再说一次 全正的恩典时期 那在这一段时期当中呢 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打仗呢 他们只打了一场仗 唯一的一场仗 也是最后一场仗 这个给我们什么教导呢 记住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研究旧约 因为你在旧约当中 可以更多地看到神的心意 可以更多地来看到细节 看到耶稣在十字架的完工 阿们吗 事实上真正讲恩典 会讲更多的旧约的 因为耶稣隐藏在旧约当中 真理在旧约当中被隐藏 阿们 新约是写明出来了 哈利路亚 所以在这一段恩典的时期当中 他们只打了一场仗 唯一的一场仗 也是最后的一场仗 你想知道是什么仗吗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在恩典之下的你我 真正的属灵征战是什么 不是叫你跑到庙宇的门口 在那里放眼祷告 唸几句 跟他征战 真正的属灵征战是什么 我们来看十七章第一节 好不好 以色列全会众都尊 耶和华的吩咐 按着战口从迅的旷野往前行 在利非丁安营 就读这一节 在利非丁安营 跟我一起再说一次 利非丁安营 他们安营在哪里 神让他们停靠在哪里 利非丁 神让他们待在哪里 利非丁 一会我会让你知道 利非丁是什么地方 来看再来看 直接来看第八节到十六节 我们来读一下 所以他们现在安营在利非丁 神要他们待在利非丁 然后从第八节开始 那时亚马利人来在利非丁 和以色列人争战 亚马利人要过来骚扰了 要跟他们争战 要使他们离开利非丁 来看第九节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马利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 对他所说的话 要和亚马利人争战 摩西亚伦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就得胜 何时举手 亚马利人就得胜 等等就征战了一段时间 对不对 然后呢 十三节 约书亚用刀 最后杀了亚马利王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马利人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没 你也要将这话 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第十五节 摩西住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十六节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必世世代代和亚马利人争战 诶 下面我会让你来看一下 我说过旧约是隐藏的 新约是写明的 当你读这段旧约的时候 不是让你去看字句 而是说对于新约恩典下的你我 有什么启示和启发 下面我们透过原文来看一下 立飞丁是什么意思呢 休息停留或休息的地方 休息就是安息 神让他们在哪里 在立飞丁安营 让他们在那里安息下来 安息 OK 很有意思 亚马利 是什么意思呢 上一章 上一章 刚才看到的忧虑 这个啊 零六零八九 这个忧虑的字根啊 希伯来文的字根 跟 亚马利 这个原文的字根 是一样的 辛劳 一起说 辛劳 再说一次 辛劳 辛劳 痛苦 令人疲倦 劳累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与安息是什么 对立的 所以 所以请听好 他们 安营在立飞丁 今天 恩典之下的你我 都已经在基督的王宫里 可是魔鬼呢 属灵征战呢 他要你怎么样 他要把你从安息当中带出来 他要让你辛劳 让你疲惫 让你内心 劳累 让你痛苦 让你 让你疲倦 劳累 所以 他要 他就是要把你从立飞丁带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亚马利人要把你赶出安息之地 然后16节 来看这一节经文 耶和华起了是 比世世代代和亚马利人争战 以前我读这一节经文读不懂 为什么要世世代代还跟他争战 不是已经把他给干掉了吗 说明有什么 有属灵的意义 也就是说基督徒打的唯一一场属灵征战 也是第一场 也是唯一一场 也是最后一场 也是一直要的 就是待在安息当中 一起说让自己安息 安顿自己的心 仇敌就拿你没办法了 阿们吧 魔鬼他就是要你不要安息 魔鬼要你担心 因为除非你担心 要不然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需要你的忧虑 惧怕 担心 来协助他 可以在你生命中搞鬼 好兴风作浪 彼得前书五章七到第八节 先来看第八节 物要谨守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是什么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吞吃所有人 请听好 是寻找可吞吃的人 为什么是可吞吃 除非被贴上某一些标签 当你被贴上某一些标签 他就可以吞吃你 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他就可以在你生命中破坏 兴风作浪 你知道哪些人是可吞吃的人 根据上下文 这是第八节 五章第八节 上一节是第几节 第七节 来看一下在讲什么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 为什么要调你的思维 每当你感到忧虑 惧怕 担心 劳苦 主说你要调整你的心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工了 耶稣已经在我家庭当中完工了 耶稣已经在我的身体上完工了 耶稣已经在我这个工作当中 已经做成了他要做的 耶稣已经在我的婚姻当中完工了 哈雷路亚 你就是在什么 夺回你的心思意念 你就是在把它夺回来 魔鬼就不能够做什么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你赶出安息之地 你就进入了他的圈套和网络当中 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约伯的秘密 约伯好像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 对不对 不只是外面的财产 房屋 甚至什么 身体健康 连孩子也失去了 房屋倒塌 孩子都死了 你知道是有原因的 很多基督徒错误的解经 以为把这个今天扣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约伯在外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 其实约伯的心已经被魔鬼 侵入了 魔鬼已经进来了 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 其实约伯很担心很惧怕 他其中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他的孩子 所以他越担心他的孩子 最后仇敌越在他的孩子兴风作浪 我再说一次 当你无法安息的时候 魔鬼就可以兴风作浪 明白 当你无法安息的时候 上帝的供应保护就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领域当中 明白 你会发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越担心的地方 那个事情总是会搅扰你 你越不担心的地方 你发现你越好 来看 炎炎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 约伯常常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子 干什么呢 你要来教会啊 你不来教会你会死的啊 你就会出事啊 你呀 其实 我跟你说 这不是从神来的观念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就算没有来教会 他也不会出事的 你安息下来 你不能够掌握他 当然你可以把福音给他 你可以鼓励他来领受神的话语 没有问题 但是另外一部分的思想 你要把它改过来 不是说不来教会 他就会出事 那个是错误的 约伯有错误的想法 他清早起来 安着众人的树木 现凡结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掉神 约伯常常这样写 约伯每天是在惧怕担心当中 尤其是对于他的家庭 对于他的孩子 有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跟你说这是第一章 也许你说 这里能绝对的证明这一点吗 你再看第三章 约伯他怎么讲的 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 约伯后来他自己经历到了 他怎么讲 二十五节说 因我所恐惧地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地引我而来 他的心被魔鬼入侵了 所以他害怕的 他担心的 魔鬼早就把这个 害怕担心放在他的里面 可是他没有拒绝 他向魔鬼敞开心门 二十六节他继续说 我不得安逸 不得平静 也不得安息 却有患难来到 首先是什么 不得安逸 不得平静 不得安息 就会有问题 哇 真言书四章二十三节 再来看这一节经文 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要常常地记住 这节经文 每天起来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你要调整自己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医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上帝甚至没有要求 你保守外在 你不能够掌控你的健康 你不能够掌控你的孩子 你不能够掌控你的生意 你也没有办法掌控教会 可是神要你 控制你的内心 思维 你可以决定 你每天要想什么 当惧怕来的时候 当担心来的时候 当忧虑来的时候 有没有第一时间 把他夺回来 把思维夺回来 聚焦耶稣十字架的完工 一起说阿们 哈雷罗亚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常常讲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 是替换 对不对 耶稣受鞭伤 我得医治 耶稣受贫穷 我得到什么 富足 耶稣被羞辱 我可以怎么样 被神抬取 成为神荣耀的神的殿 阿们 耶稣被弃绝 我与神和好 对不对 十字架上是什么 交换 耶稣成为罪 我成为神的义 哈雷罗亚 十字架上 其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最先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打开 路加福音22章44节 其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最先为我们赎回的部分 是发生在科西马尼园里面 来看22章的44节 耶稣极起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诸如大雪滴 滴在地上 医生说 人只有在极度压力之下 人的血管才会爆裂 当人的血管爆裂的时候 人的血液会遇上汗陷 并且融合在一起流出来 就是这里所说的血汗 汗滴如大雪 大雪滴 滴在地上 汗跟血 合在一起了 因为血管已经爆裂了 为什么耶稣 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记住 替换 他在为你承受一切压力 你现在生命中所有的压力 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你承受了 你享受平安 那我要告诉你 通常一个人流汗 哪里会先流汗 如果你跑步 你运动 哪里先流汗 头 额头对不对 额头是最容易出汗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头部 所以耶稣 他为我们 汗滴如大雪滴 他最先赎回我们的部分 是我们的头 为什么是头 头代表什么 劳苦愁返的思维 我们的劳苦愁返 都是在我们的头这里 有时候就算你躺在床上 可是你满脑子的都是什么 担心惧怕 紧张不安 满脑子的都是负面的 不好的东西 头 耶稣把你赎回来 他替你受了一切的压力和折磨 那冰丁觉得把耶稣折磨的还不够 他们还做一件事 把荆棘的冠冕压进耶稣的头部 来看马太福音27章29节 记住 十字架上是替换 耶稣不是无缘无故受这一切 他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完工 马太福音27章29节 用荆棘编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尾纸 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 荆棘的冠冕 扎进耶稣的头颅 扎到骨头里面去了 荆棘是很锋利的 很硬的刺 扎进了耶稣的头颅 为什么是荆棘的冠冕 而不是随便搞一个塑料袋盖上 为什么是荆棘的冠冕 马太福音13章22节 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好不好 荆棘代表什么 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 讲过四等地图 他有提到荆棘代表什么 22节 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到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跟我说思虑 再说一次思虑 思虑就是什么 你在地上的每一天 所思所想的那些 让你烦恼的 让你看不开的 让你气消不下来的 让你睡不着觉的 让你每天担心的 让你每天很难过的 思虑 劳苦 愁烦 思虑 所以荆棘的冠冕 耶稣的头 为你带了荆棘冠冕 他把一切的压力 一切的思虑 都已经他来承担了 他要把你从这些 劳苦 愁烦的思虑当中 拯救出来 一起说阿们 你知道吗 这是两部分 第一 耶稣流汗 是头部 汗如雪地 第二部分 荆棘冠冕 扎进他的头颅 第三 圣经还记载一件事情 记住圣经 没有一句是废话 他记录下来 就是告诉你 神要表达 神要强调 已经两个地方了 第三个地方在哪里呢 马可十五章二十二节 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 叫什么地方 他们带耶稣 到了哥哥他地方 哥哥他翻出来 就是扑握地 耶稣被钉死在哪里 扑握地 你知道扑握地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如果你去查原文 你会很惊讶 来看我的第一张图片 OK 上一张 我特意圈起来啊 扑握 原文编码是多少 二八九八 头盖骨 就是你的头 耶稣被钉死在哪里 扑握地 耶稣被钉死在 头盖骨这个地方 为什么耶稣被钉死在 头盖骨这个地方 因为头盖骨 象征着你的思维 他被钉在你那 致死的思维当中 哇 所以 所以你知道 你看旧约一个地方 你就明白 耶稣的拯救 是全方面的 所以我相信 这个恩典的福音 是全被福音 如果一个福音 他只讲 信耶稣上天堂 他也没讲全部 教会很有可能 留下来的 都是平均年龄 七十岁的 因为老年人 比较关心天堂 年轻人比较在意的是 我的生活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事业 对不对 我的前途 我的未来 福音应该是什么 全被的 不只是关乎来生 也关乎今生 不只是关乎你的身体健康 更关乎你心灵的健康 阿们吗 OK 那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去看旧约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旧约有一段经文 出埃及记 三十九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你知道那个大祭司 身上穿了一套东西 OK 旧约的亚伦大祭司 身上穿了一套东西 一整套 很多东西 各种材料 这个就是预表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你知道吗 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代你 然后呢 十里复活 升天 坐在神的右边 最后圣经说 他如何 你在世上也如何 记住 耶稣最后所有配得的 已经是你所配得的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影子 好不好 在旧约大祭司的身上 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来看三十节 他用金金做圣罐上的牌 有个冠冕 大祭司的头上 要戴着一个冠冕 在上面 按刻图书之法 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 又用一条 蓝细带子 将牌细在冠冕上 是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归耶和华为圣 戴上一个冠冕头上 写着归耶和华为圣 什么意思 今天就是告诉你 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代价 不只是担当你的咒诅 担当你的贫穷 担当你的疾病 连你的思维 所有负面的思维 自死的思维 劳苦的思维 耶稣全部都担当 归耶和华为圣 今天神看你 你是全然圣洁的 你刚刚虽然忧虑了 你刚刚虽然害怕了 神说你是归耶和华为圣 连你的思想 都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的工作 阿们 那么今天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牧师 耶稣既然连我的劳苦 酬房都担当了 连我的思想都已经分别为圣了 那我今天 如何活在基督的王宫里面 就是耶稣做成的这一切 我今天怎么样享受到 我怎么样活在这个事实里面 我怎么样活才算是在耶稣的这个王宫当中 活在这个王宫当中 来看一段经文 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第八节 但我们既然属服白昼就应当谨守 把信和爱当作互信尽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注意如何活在基督的王宫里面 怎么样算是来活在耶稣的福音当中呢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盼望这两个字 希腊文的原文字根指的是什么 期待好事发生的把握 请跟我说 期待好事发生的把握 再说一次 期待好事发生的把握 也就是说对于未来 你必须有期待好事发生的思维 头盔 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兄弟妹 看这里 我怎么样才证明 我今天已经活在耶稣的王宫里面 活在耶稣所成就的 这一切的工作当中 怎么样证明 你每天的思想在想什么 你有没有想期待好事发生 对于未来 每天想着是我会倒霉 每天想着是老公会离婚 每天想着是 我得什么不治之症了 每天想着自己会破产 每天想着自己会死 虽然环境对 环境好像很不好 可是你只是在认同环境 你没有认同耶稣十字架的完工 你只是活在现实中 所以不会有超自然 今天我要讲的是超自然的翻转 所以你的思想 就要从现实中拉回来 回到超自然的思维当中 各位 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活在基督的完工里面 如何活在基督的完工里面 你是否有每一天 都在期待好事发生 以色亚书五十三章 在讲什么 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 为我们担当了一切 成就了一切 那你如何领受到 耶稣所成就的呢 以色亚书五十三章的 下一章是五十四章 我们来看一下五十四章好不好 五十三章很熟悉啊 他成长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很熟悉对不对 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 这是五十三章 耶稣十字架上担当一切 那我怎么能够领受到 就需要看五十四章 第一节 一直到第三节 基督徒怎么样领受到 耶稣所成就的一切 第一节 你这不怀孕 不生养的要歌唱 你这未曾经过 惨难的要发声歌唱 扬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没有丈夫的 儿女更多 这是耶和华说的 等一下 这是第一节 这里提到不孕的妇人 在旧约之下 不孕的妇人 是相当于被咒作的 她是指生命中 没有结果的妇人 今天对于你我来说 无论是事业 婚姻 家庭 儿女 经济 健康 事工 今天你还没有看到 美好的结果 所以这里所说的 不孕的妇人 有可能也是指的 我的某一些方面 如果我没有看到 好的结果 或者说我想要看到突破 我没有看到突破 我现在的状况 就是这个不孕的妇人 理论上我知道 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 可是实际经历 我还没有看到果子 我没有看到彰显 我抑郁症好像还在 然后孩子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债务还是压在我的身上 还是没有生意 明天可能 是不是要离开上海 混不下去了 可能我们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没有看到果子果孝 都是不孕的妇人 那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他说要怎么样 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 就是说 不孕的 不怀孕 不生养的 要歌唱 三个字 要歌唱 未曾经过产难的 要发声歌唱 扬声欢呼 神的方法是 要歌唱 发声歌唱 扬声欢呼 如果你不认识 神的法则 你会觉得太残忍 有没有搞错 一位不孕的妇人 你还叫她唱歌 脑子有病吧 人家伤心难过死了 你还叫她唱歌 站着说话 不腰疼 可是这是神的方法 就好像有人说 牧师 还每天叫我 期待好事发生 还每天宣告 我是公义的 你都不知道 我身上这病 你都不知道 我问题的难处 站着说话 不要疼 你不了解 神的法则 如果你不了解 神的法则 你会觉得 上帝的要求 很残忍 都没有果子 你怎么还要 他唱歌 人家哭都来不及 还唱歌 压力三大 你知道吧 对不对 可是这是 神的法则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认识 神足够多的话 或者你了解 神做事的法则 你知道 神的意思是 现在就开始高兴 不要等到什么时候 成就了再高兴 现在就欢呼 如果你想要 生一个孩子 一直生不出来的 回去 把小孩子的衣服 也买起来 尿不湿也预备起来 婴儿床也预备起来 哈利路亚 弟兄 虽然你身无分文 你囊中修舍 银行卡 办个十几张 什么卡 全给他办起来 不然的话 财务翻转来的时候 没地方放啊 神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现在就开始 为此来感恩 来感谢 所以什么叫感恩 感恩很重要 感恩就是 没有看到 但是 你相信神已经成就 所以要学习 阿们吗 如果你身上有病 如果有一天 医生告诉你说 检查报告 一切正常 你没事了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太好了 那么你现在就这样 一会儿结束 你就这样 神是要你这样 对不对 你要看到好事发生的时候 那个场景是什么 你现在就开始 欢呼 这是神的方法 阿们吗 哈利路亚 所以神的话语 神的方法 总是在调整我们 调整我们的状态 调整这个人 当你被改变 外在的一切都改变 阿们吗 最后我会讲两段经文 我很快做一个结束 OK 好 诗篇23篇 第一节到第二节 大家很熟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清朝地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神的意思是说什么 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第二节呢 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 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一直到第六节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谁的 对不对 第二节注意 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 意思说什么 在主要供应你之前 他最先为你做的一件事 就是让你安息下来 阿们 另外一个例子 路德记三章第一节 一位属神的女人叫拿尔米 这位拿尔米过去 生命经历了一切 遭遇了一切 很不幸 可是神要祝福她 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她说 女儿啊 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使你享福吗 安身先出现 再出现享福 路德记三章十八节 婆婆说 女儿啊 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 今日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也就是说 神要你先安息 他在幕后为你做工 所以你安息 神就可以做工 你做工 神就安息 这就是为什么 在旧约之下 很多的神迹奇事 都是发生在 人睡觉的时候 所罗门在什么时候 得到智慧 睡觉的时候 上帝为以色列百姓 什么时候击杀 埃及的长子 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在告诉你 安息原则 OK 来看约安福音 五章十六到十七节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 做了这事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我父天父 做事直到如今 其实天父一直在幕后做工 抓住这一句话 天父一直在幕后做工 他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一直在做工 当你的心安息下来 就加快了 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让他来做工 你忧虑 你担心 你要靠自己做工 他就休息 你休息 他就做工 属灵的原则 一起站起来祷告 举起手来祷告 上帝在你的家庭当中做工 他一直在幕后做工 上帝在你的孩子身上 一直在幕后做工 上帝在你的事业当中 一直在幕后做工 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身体上 在你的健康上 他一直在做工 哈雷路亚 一起来祷告 不要惧怕 如果有时候你觉得你安息不下来 一边听到 一边就放眼祷告 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你就放眼祷告 为着明天你不知所措的时候 你就放眼祷告 把所有的一切交给耶稣 来感恩吧 感谢 感谢 感谢耶稣谢谢你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 谢谢你一切都是最好的 天父啊 你的心意是最好的 你的心意是最好的 哈雷路亚 这两个礼拜 神说我要带领我的百姓 进入到那真正的安息 神要处理你的心 神要调整你的心 让你的心真正的安息下来 然后你会看到 神在你生命中做王掌权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不管你的人生遇到 怎么样的风浪 遇到怎么样的环境 耶稣坐着为王 哈雷路亚 耶稣听见了你的祷告 耶稣看见了你的眼泪 他听见了你的呼求 他说孩子不要惧怕 我与你同在 孩子不要惧怕 我与你同行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孤单的 我与你同行 哈雷路亚 好不好把你一只手按在你的胸口 另外一只手举起来 不管你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听我讲道 就在现在 无论是在听音频 看视频 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 就在现在 一只手按在你的胸口 另外一只手举起来 牧师要为你祷告 我在现在祷告说 那个神圣的平安 要降临在你的心灵当中 虽然有一些事 暂时还未曾看见 但是在你的内心当中 上帝要给你一个确据 上帝为你所预备的 最后一定是最好的 对你来说 神为你安排的是最好的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没有任何的风浪 能够夺走你心中的平安 因为耶稣在你的心中 耶稣的平安与你同在 与你的全家同在 你是被祝福的 你是公义的 你是他已经付上代价 付上生命的代价 所买属过来的 他说孩子我与你同在 天父在幕后为你做工 主今天要给你平安 让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 主说孩子不要把你的眼目 一直看外在 外在有时候不是真实的 外在有时候很吵杂 会让你心思意念偏离的 你要看我的应许 你要看我的供应 你要看我的话语怎么对你说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神圣的平安 至圣的平安 临到每一位 也临到每一个家庭 哈雷罗亚 扎美主 祝福你的儿女 祝福这个教会 哈雷罗亚 祝福在每一个地方 在任何地方听我讲到的人 祝福这些相信恩典的人 上帝要抬举他 他的生命中要结果累累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你 可惠 阿们 祝福你 好 阿们 祝福你 祝福你 是 非 无声 伊